园区内都是又红又鲜嫩的草莓 空气中更弥漫着甜蜜的香气 百大青龙洪浩轩的草莓园 是亲子家庭出游采草莓的好去处 今天台湾公益创客青创基地 在园区进行食农体验 希望了解生态保育的同时 也能够凝聚会员的向心力 成立台湾公益创客青创基地 目的是希望透过课程活动聚会的方式 提供青年和产业了解 城镇发展和工益科技 凝聚会员的一个 对我们整个活动的一个向心力 对计划整个目标的话 大家可以更有了解彼此专场 然后互相的交流这样 这个基地最主要的想法是因为 要结合南开科技大学 跟工益中心的一个能量 那把一个工益的美学 跟创客的精神 DIY的精神把它发挥出来 那也渐渐的让一些年轻人 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美学跟科技 之间跨领域的一个能力 那进而他可以进行创业 或是回到草屯镇来就业跟创业 台湾公益创客青创基地 结合南开科技大学 以及台湾首工益研究发展中心 希望以科技以及工益 扶植产业并带入美学概念 这次的甜甜蜜蜜好时光草莓园体验 除了享受亲子间的家庭同乐 会员间的互动也相当的活络 甜甜蜜蜜好时光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活动最主要是要介绍一下 我们农田的生态区 生态环境 然后还有我们整个草莓园的 整个草莓的种植过程 除了这些我们还会教他们说 我们在田里的工作的细节 那他们如果到野外或是到其他农场的时候 也比较能去避免一些田间上面 可能会遇到的危险或是什么小状况这样 觉得说这里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 经过导览的一个状况下 就是我认识了很多的一些草莓 不同的一个品种 包括还有什么白草莓 还有水蜜桃口味的一个草莓 真的是颠覆了我的一个 就是一个世界一个想法这样 很高兴的就是说 可以跟我们的青农 在地的青农浩宣 那一起来提倡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 然后呢就很开心 就是来这边 然后呢真正的体验 然后呢在现场我也看到很多的亲子 那也是一种教育 为了协助青年创业以及产业创新 在国发会的指导下 台湾公益创客青创基地 隐隐而生 透过数位科技的导路 提升产业的价值 这次更透过食农教育 拉近会员间彼此的距离 相互交流 相互成长 记者张东人 草团阵采访报道